大家好,我打嘴,今儿个呢,又带大家钻小巷了啊,疫情严峻,咱就乖一点,带到西安也别出去,给咱好好探探来西安的这些小馆子吧,我这就爱吃那些深洁小巷老小区里边的那小店,其实管间还挺苗钱,便宜,老跟我吃小馆子,是吧,不难受吧,难受,难受那就难受吧,就这些,这烤肉开了十几年了, 他家又菜了个盐味老沙锅,这是一家店,做门盖吃 带你吃啥,带鱼 来也所有的铁肉啊,都好吃 都好吃 那来个带鱼,再来个那个啥,来个牛尾吃一下 那碗,一个碗,一个带鱼 那不行啊,可以煎的 嗯,这个店叫啥名字 原味,新生原味老沙锅 老,老沙锅,这名字 就一下把这个店,点提了你知道吧,就老沙锅老味道 我尝一下 喝不及待了 啊啊啊 这吃沙锅就是烫嘴,啊,还笑口笑口 这半天还没吃到嘴里 嗯 哇 就是说吃个金火劲,你知道吗 煎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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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煎火,煎火,煎火,煮成的好 这粉撒挺脆的,知道 这份子确实口 对 嗯 嗯 这就是,这家就是 特别老派的鲜的那种 结瓣小馆子,你知道 啥都是煎火,烫嘴 你吃着吃不了俩小时 我跟你说,你嘴里得起泡 慢慢吃 嗯 那这就是老味道啊 这磨就是 传统的 那种婆婆磨,你看 你不烫吗 你不烫吗 不烫呀 我手皮厚的 尝这丸子 这小丸子 我妈以前过年的时候就爱砸这碗 大小只这个 有大的 嗯 牛肉丸 嗯 淀粉和肉的比例非常的好 肉多,这就是肉多 尝一下带鱼 嗯 嗯 嗯 带鱼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你觉得吗 我不知道你们那过年吃是大带鱼 西安这过年这必是有大带鱼 中国最有名带鱼 应该就是 中山的带鱼和 鱼寺的带鱼 那离西安好几千公里 从那边运到西安的话 西安人是怎么开始喜欢吃带鱼的 这个我有点啊 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谁能给解释一下 其实我真不爱吃 不爱吃那大菜 我就爱吃沙锅这种 其实沙锅算小吃 女生都比较喜欢吃 最爱吃这种 对,女孩特别爱吃这种 什么沙锅麻辣汤 是吧 嗯,就这 小时候吃米线 吃沙锅最爱的就是这东西 麻辣粉没这吧 有 都有 炸豆腐干 嗯 真好吃 这海鸡 这海鸡 这都是沙锅的灵魂 什么海鸡 豆腐皮 嗯 丝丸子 基本上沙锅老四样 对吧 来吃饭的环境看一下各位 看看 有点感觉吧 耶耶耶耶耶耶耶 我最爱吃的这个 鲨鱼蛋 这是沙锅做 对吧 这沙锅从头吃到有烫嘴 对啊 这带鱼不少呀 这 啊,这碗带鱼 但老散吃带鱼有个问题 就是只想把那白色那根膜挂掉 其实带鱼按道理说 那个膜是它非常非常经典 有营养的部分 在浙江吃是不去这个 特别新鲜的带鱼那是不行的 因为咱吃不到特别新鲜的 所以咱就要把它挂掉 嗯 咱好可怜 你知道我不爱吃海鲜最核心的 原因是啥 你知道吗 开麻烦 又是肚刺又是肚壳 老散就喜欢 咔咔咔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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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这家吃一碗 把辣子再多 这辣子小 对吧 也不辣 也不辣不辣 咱这辣子都不辣 辣子 牛骨头 牛骨汤 哎呀 那反正咱这个 不辣子小娘还不辣 吃了半天 那你妈 摩铁碗再来 再来米饭 再鲜 就是炭水 你知道吧 就是炭水 嗯 还有一种吃法是把这米饭直接泡里边 砂锅米饭 对 米饭直接泡砂锅米 这是我这吃饭的三个阶段 最后还泡红米饭 哈哈 哈哈 真有贪水分追击啊 我马上要吃饭吃两个小孩 是吗 太浪费吃 这皮沙锅这柱子没办法 哦 真的 那可不 饭确实好吃 这东西把能烧到人 一会儿 吃饭吃 是 明镜需要